第三十五集 他绕着山洞走了一圈,心里大概也有数了 山洞很大,如果可以的话,他以后打算就住在里面了 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心里也比较安稳踏实 这一块可以规划出来坐卧室,那边就是储物区 要靠近洞口方便随时搬家出去晾晒 过了不久,轻微的石头包落声响起 然后就是小二黑拉长了声音,讨好的宁 简宁搬着脸走出去,双手插腰狠狠地瞪着眼前的猫科兽人 响亮地哼了一声 黑,坏,他指责小二黑 猫科兽人则一脸地受气奴才养 双手拘促地在胸前交叉,努力地做出微笑的样子 看着简宁 宁,好 简宁忍不住 他真的在心底告诫自己不要每次都被卖萌骗到 但还是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哼,我好什么好 你才好 好好好 虽然说话声还是蛮严厉的 但笑意一传递出来 小二黑顿时松了一口气 挺起身子,回复了熊啾啾气昂昂,顾盼自豪的样子 他叹过身,蹭了蹭简宁的脸颊 发出了一阵意味不明的喵乌声 就把自己带回来的几大宽苦梨树叶往洞里拖 简宁觉得,他真心觉得,这一连串猫语可能是早知道一迈蒙你就投降的意思 宁,火 洞里又传来了小二黑的呼唤声 他赶快跑进去开始点火 他不知道小二黑在自己点燃苦梨树之前,明不明白 这些树枝燃烧起来会发出很大的刺鼻气味 不过以猫人的智商,做出这点推理还是不成问题的 小二黑一直很聪明,只是太二 等他点燃了树枝,猫人就拿起火把一样的苦梨树枝 开始在臭味比较明显的地方扫来扫去 简宁惊喜地发现,本来在地上扭动着爬行着的蛆虫 对这个味道反应很大 熊完之后就不动了 他赶快也接过了一根火把 仔仔细细地把山洞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熏了一遍 然后把蛆虫全部扫出去,和扫把一起丢下悬崖 山洞里就充满了苦梨树带着辣味的刺鼻烟雾 小二黑打了个喷嚏 走出山洞口,又蹭了蹭简宁的脸颊 他每次叫简宁的名字都假假的 带了猫族特有的撒娇感 嗯? 简宁还在忙碌地用苦梨树在悬崖下面熏着 既然两个人会在这边进餐 当然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些虫蟻出现 现在有了这一招 简宁觉得以后他都可以不必为虫蟻担心了 小二黑的生活智慧也蛮高的嘛 他高兴地想 小二黑指了指储藏间里的篮子对简宁 礼 试问自己要不要搬进山洞里吧 简宁赶快检查了一下这些肉干的风干情况 确认搬进去应该不会发霉或者腐烂了 才找了一些小石子进山洞 圈出了一大块地方 小二黑心领神会和简宁一起把篮子什么的全都搬到了山洞里 断崖上一下空了起来 简宁又把草带子倒空 拿出了登山绳交给小二黑 模仿特种兵拿着篮子划下了山崖 熟能生巧 现在他爬上爬下已经相当灵活了 不再需要小二黑在身边看守着也可以迅速滑下山崖 山脚下就是一大堆原野树 他采集了一大篮子 回去拉了拉绳子把篮子绑住 小二黑自然把绳子拉下去 没多久空篮子又和绳子一起下来了 开始使用工具 劳动力不知道节省了多少 尤其是在采集上 小二黑的天分完全比不上十分灵巧的简宁 久而久之 两人形成默契 采集就由简宁负责完成 虽然每一天都很累 但是简宁也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 在这块大路上 他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他的价值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大 他采集了四篮子之夜 又喊了小二黑 黑 平 下一次空篮子里就多了两个水瓶 天气越来越热 也越来越干燥 枝叶不需要什么处理 就可以塞到草袋子里 水的消耗也跟着变多了 山脚下走出没十多分钟 其实就有一条小溪 简宁在溪边唱领了一番 起身拿瓶子准备打水 踩起身就听到了下游传来的异样水声 这条小溪之所以没有成为简宁和小二黑的活动地点 就是因为这边的树太茂密了 几乎占据了西边的所有空间 简宁站起身 警惕地小走了几步 从支夜间往声音来处看了看 这一看 他就呆住了 一大群 真的是一大群红角鹿 正挤挤挤挤的 在小溪下游喝水 简宁视野范围内 几乎全是红角鹿 闪着光的背部 简宁的心脏都要停住了 这真的是 真的是好大的一群美食啊 如果可以全部补杀掉的话 这一下天的伙食都没有问题啊 在短暂的狂喜之后 简宁开始思考了 因为只是来山脚下走走 他没有带开山刀 就算有带 简宁也觉得自己是没有可能补杀掉所有红角鹿的 事实上 他还很可能被红角鹿的脚顶个对穿 简宁慢慢的 小心的往后退 一直退到了原来的距离 才抱起两瓶水 往回狂奔 他很快就无声的回到了崖边 十多分钟的路程 虽然比较远了 但是大喊大叫 肯定还是不行的 简宁用力拉了拉绳子 猫人的头迅速从山崖顶冒出来 好奇地看着简宁 宁 他疑惑 多嘴 自从学会了说话 小二黑就越来越嘈杂了 简宁担惊受怕地看了眼来路 生怕一个不小心 红角鹿群就跑了 他竖起手指示意猫人安静 又冲他招了招手 是一猫人下牙 几乎只是眼前一花 小二黑就站在简宁身前 冲他发出了轻声的疑问 简宁也顾不得说太多 绳子一扯绕在手中 就带着小二黑 往西边掩了过去 他已经尽量小心掩饰足音 但是和小二黑脚底的心软电比 显然还不够安静 猫人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走到他身边 发出的声音都比简宁极力掩饰后 发出的脚步声来得小 才走到一半 小二黑就露出了兴奋是血的神色 他抽动了几下鼻子 又疑问地看了看简宁 简宁肯定地低声在他耳边 说了露这个字 小二黑现在已经懂得露 牛和肉之间的逻辑联系了 他一下就变得比简宁更谨慎 每一次行走都很注意自己的身形 一直保持被树林遮蔽的状态 搞得简宁反而比较不注意隐蔽的那个人 也不知道是他们的运气还是如何 总之当他们到达西边的时候 红角鹿群不但没有离开 反而三三两两地分散开来 母鹿带着小鹿在西边休息 公鹿们则安详地站在树边 咀嚼着原叶树的嫩枝条 小二黑也露出了和简宁一样的垂涎表情 看起来这孩子也相当明白 若是能把这鹿群包圆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伙食就不会是问题了 但是越是这样 他反而越谨慎 非但没有着急动手 还开始在四周侦测起形势来 简宁也没有闲着 鹿群现在待着的地方 他也经常过去取水 这是个U字形的小空地 周围是浓密的原野树林和灌木丛 对鹿群来说 食物和水都很丰沛 而浓密的树林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遮蔽作用 让他们不会太容易被发现 而这对简宁来说 也就成了一个机会 他想 或许他可以利用地形 把这群鹿羊网打尽 不过 得冒些风险 小二黑已经绝对无声的 在这块U字形的小空地外绕了一圈 他开始不断地舔唇 做出垂涎欲滴的样子 好像已经有些忍不住狩猎的冲动了 简宁赶快跑到他身边 拉住小二黑的手 硬是把他拽到了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等 他言简意该地命令小二黑 然后就拉出瑞士军刀 开始拼命切割新形术的枝条 这种像藤蔓一样的树枝 稍微粗一点的话 韧性就非常强 冲是绝对冲不断的 要矫短也要费很大的功夫 简宁本来就是为了采集枝条下来的 瑞士军刀当然带在身边 在瑞士军刀的帮助下 他都得费力才切下二十多条柔软的粗枝 他索性拉着小二黑一起蹲下来 随手捡了一根树枝 在泥土上划出了一个U字形 小二黑就指着远处的鹿群发出了一声嘀嘀的 肯定的喵声 好像在说 我知道你画的是什么地方 简宁又画得细了一点 他把U字形树丛里的几个大的空缺都画了出来 虽然说小二黑可能没有什么艺术细胞 但对自己的领土 他当然是非常熟悉的 简宁一边画 他就一边发出表示了解的 轻轻的喵乌声 这让他心里更多了几分把握 他拿起一根枝条 跟着小二黑一起 偷偷摸摸地来到其中的一个缺口处 蹲下身把柔韧的枝条 绑到了两棵树上 考虑到小鹿 他没有把树枝绑得太高 而是绑在了自己的小腿中部这个高度 鹿群的警觉心好像并不是很强 两个人来来去去 也都尽量小声 在简宁的第一次示范后 小二黑也立刻学到了技巧 他和简宁一起分头行事 悄无声息地 在几个比较明显的缺口上 都绑起了枝条 然后简宁又回到了山崖脚下 让小二黑把自己拉上去 匆匆翻找出打火机 又把苦梨树枝什么的 抱了一捆下来 U字形的口袋开口往外 事业相当的好 他们没可能拉住半马锁 所以只好封锁掉开口这边的路 简宁希望 鹿群是害怕火的 他吞了吞口水 看了看小二黑 在心底说服自己 就算是没办法包园 小二黑出动抓死十多头鹿 也是完全可以的 说不定就是因为他随时可以出手 猫人才会放任自己玩了这么久 既然行动失败也没什么损失 那么自己也不必担心什么了 简宁猛的一咬牙 蹲下身 点燃了带来的柴火 天气这么热 起火当然非常容易了 没有多久 一团熊熊的火苗就出现在了简宁脚下 他对这行动最大的顾虑 其实就是害怕控制不住火势带来的山火 那就糟了 所以在点火的时候特别选了小溪边 以便情况不对就可以随时灭火 还好 小溪边的土壤还是相当湿润的 火苗暂时还在控制之中 简宁赶快举起柴火 踩灭地上的叶团 又把这块土地用水浇透 然后把柴火分了一点给小二黑 三幅包人 走 他赶快一马当仙的在前面领路 直接冲到了U字形的大开口处 看准了水源的位置 把柴火丢了几根进去 猫人显然有些不解 他一直对简宁 呃呃地发出疑虑 但也并没有阻止简宁的行动 甚至还想模仿简宁 把柴火丢进去 吓得简宁赶快阻止 万一这孩子直接把火扔到树丛里 一场大山火是免不了的了 鹿群果然被突发状况 弄得惊慌起来 纷纷起身四处乱奔 不过因为苦梨树枝 刺鼻的味道和陌生的火 烟 他们本能地没有往大开口奔驰 而是纷纷慌不择路地奔散了灵简 简宁心中一喜 计划奏效了 他把柴火递给小二黑 让他举着柴火 自己赶快捡起枝条 来回在U字形大开口两边的树上 交叉绑了几道藤蔓 这时候 远远地在几个缺口处 也传来了惨丝声 慌不择路的路群 怎么会注意脚下的玄机 被绊倒 也是当然的事 不需要简宁吩咐 小二黑已经闪电般地拿着柴火 往惨丝声的方向窜过去了 简宁也赶快追过去 他可不希望小二黑把这些路全都杀掉 如果可以的话 他其实想试试看能不能驯养一下红角路 至少把母路和小路保存下来 这样的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食物也不会是问题了 不过 当他赶到的时候 却欣慰地发现 小二黑也不过是杀掉了 卧在最前头被绊倒的那头公路罢了 对于被堵在后头 不知如何是好的路群 他压根就没有关注 这个口袋镇最大的特点 就是树林相当的茂密 中间又生长着灌木丛 可以说 路就只有几条罢了 还有一些是简宁在取水的时候砍出来的 现在 一条路已经被堵上了 简宁赶快把这边的出口 也用新叶树枝来回交错地 绑上几道风起来 接着就顺着小二黑的身影和惨思声 一路追下去 小二黑杀掉挡路的公路 他来堵出口 他很怕路群找到不为人知的出路 或者是抢在自己到来之前 就从没被封住的出路鱼罐逃走 所以几乎是用尽了全力在追赶小二黑 等到他们终于绕了一周回到幽自行开口这边 简宁已经累得呼哧呼哧地喘起了粗气 他也看到了让他相当感动的情景